因为下来我下载完资料 理论应该没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网址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它的编码方 如果乱码的话 你改另外一个 理论上目前得知 最普遍的就是这两种 一个是65001 一个是950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主要原因是因为微软 它就喜欢用Big 5 它就不改 那其他非微软阵营 都是用65001 像如果你是用苹果电脑 Mac它就65001 那如果你是Google 也是65001 OK其实大概大致上 可以这样划分 那如果说接下来 我希望呢 因为我们后面要统计 三个东西 所以我需要一个栏位 叫做年 那之前的做法是怎么样 我之前就是先在这边 第一栏的就按右键 插入一栏 有没有 然后在上面呢 加上一个年 有没有 然后呢 再用什么 Labs 这边 加上一个年 年这个字嘛 然后呢 在底下再输入那个公式 就Labs 然后再向下填满 可是如果这四个动作 这一 插入一栏 二 输入这个 第三个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Labs 然后呢 取它前面的三个 这个都填三个字嘛 OK 然后再向下填满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四个动作 变成四行程式的话 那应该怎么写 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很简单 我先把它删掉了 你可以在底下 写一个Sug 名称叫做插入栏好了 其实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你们可以参考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二页的地方 这边有个插入栏 那实际上 就是这几个动作 OK 插入栏 那第一个 当我刚刚做四个动作 第一个的话就是 音色 到D栏 所以其实写的方法 你需要学会一个物件 叫Colords 那你跟他讲 Colords刮户里面 D指的是D栏 音色的话 指的是插入栏 OK 那所以我这边 这个 按了个8好了 主航跑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音色一栏 D栏 所以你会放在D栏 这个时候就变空白 那再来的话 把年这个字 放在D里面的话 就是RangeD1等于年 那等于是把后面的资料 放进来的意思 所以放进来 OK 年就看到了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公式 所以刚刚的公式 有没有 再把它放到里面 所以其实双银号里面 就把公式放到D2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自动填满 我们空点快点两下 那在这边的话 其实就一个方法 叫AutoFill AutoFill的话 就向下填满 那填满的范围 就从D2到D的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 我用追踪的 这个追踪条件前面 跟各位讲过 我从A1向下追踪 得到的就是3440 这个列数 OK 那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年就增加出来了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还有区怎么做 OK 区在这边 那其实一样 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所以其实做法应该差不多 甚至直接可以把上面这四行层次 拿来复制 Ctrl-C Ctrl-V 接上 那改的方法 其实大同小异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吧 就是把这边改成区 然后把后面公式改成那个需要的公式 那个公式应该是什么 你可以进过来 这边应该是MID的 把这个公式拿过来 直接Ctrl-C 记得取消一下 然后把它Ctrl-V 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来 其他都把它改成 这个应该改成G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居然不音色也没关系 不过音色好像也OK 所以如果你不改 改不改 其实就可以视情况决定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把原来的D通通改成G 这样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好 那当然我改完之后 我把这个程式向上拉 让它倒车一下 帮我执行看看 所以有的时候 你程式边看边写 边写边看 把它切过来这边好了 OK 你会发现 虚栏因色一栏 其实它好像没什么改变 只是说它因色这一栏 然后栏宽变宽了 然后年 加上去 加上公式 上下填码 OK 年就出来了 那再来H 所以H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刚刚我们写的那个东西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把这个公式 在四行 C 所以将来 如果假设你要产生 你要做枢纽分析的那几栏的话 那基本上 你可以再自己再加上去 反正就是先爬重 先爬回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增加你需要统计分析的栏位 那并且把那个公式呢 把它放过来 不过呢 这边可能会衍生出比较 这个公式 现在这个公式其实上面两个都比较简单 但是第三个你会发现 它的公式这么长一串 而且你要贴上去还有一点 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这个公式里面呢 假如有双引号的话 那记得有个规则 你一定要把它变两个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双引号贴上去 它会误以为是VBA里面双 因为VBA里面双引号是表示文字的开头跟结束 它搞不清楚 所以呢 你需要先把它改成两个 所以我前面好像教各位一个技巧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填起来 C 取消一下 利用哪一个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找那个记事本 记事本的话 在这个Windows的副主应用程式里面 找那个记事本 先把它贴到这边 贴上之后 用一个最简单的功能 编辑里面什么 取代 把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 这样都OK 全部取代 好 取代完之后应该没问题了 关起来 然后把这个公式Ctrl C 之后的话 再贴到VBA这边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第三个 有没有 先插入H 然后 这个不是黏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叫P 那这个叫入接档 OK 然后公式就把它直接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OK 这个双引号就是加公式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应该就OK了 那一样把它倒车一下 让它继续跑跑看 你帮我插入一个H 应该是这个工作表 记得不要搞错了 然后插入一个H栏 然后再加上入接到三个字 然后输入公式 看起来没问题 上下填满 好 那这样都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边的话主要 这四行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拿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十二页 试试看 画面在我旁边丢一下 主要就是 加上 所以刚刚第一步就是把资料爬下来 第二步的话就是产生你将来要做枢纽分析的栏位 那因为我们总共会需要三个栏位 所以我们刚刚就做了三个栏位的动作 先插入栏 OK 所以插入栏你可能要学会什么 colons colons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栏的物件 OK 然后再来透过range 所以底下你会发现都是range range指的就是储存格 OK 然后利用那个range里面的一个方法叫autofill autofill其实蛮好用的 自动填满 那这样很快的就可以把我们的公式通通做出来 那其实就通过四行程式 就可以把需要的资料准备好 OK 那准备好之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它自动产生爆表 自动产生这个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有没有 那以后的话你希望它怎么样 甚至以后它自动跑爆表都不是问题 OK 那这个是非常好用 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质量越大 你就让它自己跑 跑完之后自己去分析 分析完结果自己告诉你 有没有 甚至你可以时间到 有点像设个闹钟一样 时间到自己去爬 比如说外汇好了 全世界的外汇 因为全世界外汇开 这个 那个汇市 这个开始的时间都不一样 会有个汇差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可以去抓相关资料 然后做个比对 OK 那这个延伸性蛮大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插入栏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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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